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的是造神菩萨 在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 他对我们的这种视线 那么接下来这一段呢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于静义公遇造神记 那大家都知道 于静义公呢 是明朝时候的一位书生 他因为遇到造神之后 有了很大的命运的改变 所以呢 也是我们修学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果的开示 那么他跟了凡四讯 还有太上感应片 那么这些呢 早年定宏师傅出家前 都有讲过 那静义呢 在一二年 还有一四年 两年两次都有互讲过 定宏师傅的于静义公遇造神记 那对自己的修学呢 帮助也特别大 所以大家呢 可以认真的学习这一篇文章 我们先来读一下 明家境时 江西于公 惠都 自良辰 多才博学 十八岁为诸生 美式必高等 年级壮 家品授徒 与同祥生 十余人 节文昌社 西字放生 借银杀口过 好 我们读到这块 那么在明朝 适中 嘉靖年间 江西省 有一位 余都 他的字呢 叫良辰 学问好 学问好 又多才多艺 十八岁的时候 就考上了秀才 每次考试 他的分数 都 都能够高分录取 到壮年的时候 因为家境贫穷 所以该开课授徒 来维持 家计 和十几位同学 共同组建了文昌社 提倡西字 放生 借杀 邪淫 就是借除淫欲 杀生 和口过 这些善事 那么这一段的开试呢 比较简短 我在这里呢 也重点给大家呀 一起分享一下 西字的功德 因为我们在绝缘寺 放了很多西字箱 正好呢 我在备课的时候 就顺便问了一下 我们这个工作 西字箱是有 但是呢 我们做得不好 因为人手不够 大家对西字的功德 认识又不足 所以呢 大量的带字的字纸 塑料 还有一些糖果罐 放到西字桶里呢 没有办法进行 及时的分类清理 所以只是把 有佛字的 给它剪出来 那其他的呢 就做普通垃圾倒掉 那这个呢 就失去了 我们最开始 放置西字箱的意义 所以真正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在道场当中 至少应该做到 垃圾的分类处理 就是你可回收的 和不可回收的 因为带字的 比如说塑料类的 是不可回收的 而带字的字纸 是可以回收的 这样子的话 从一开始 源头分开 我们义工呢 就比较好处理 那都混杂在一起 就很麻烦 那么我们学佛的同学 也是 很多因为意识不到 西字的重要性 所以呢 在生活当中呢 就不知不觉 犯了很多 不该犯的错误 那么这些错误呢 都会形成 我们修学的障碍 那么大家都知道 在生活当中 是离不开字的 尤其是我们中国的 方块字 更是中华传统化 五千年的象征 那么字的造字呢 它是有个传说 叫文祖猖结造字 据说呢 在很久以前 大约是在一百多万年前 人们开始学习种植作物 和饲养 生畜 文明也开始出现 人类的生活呢 也比较丰富 那文字的形成 就标志着这个社会 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 那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 流通最广的 就是说 猖结造字的传说 那猖结呢 据说是宣元皇帝的史官 我们都是炎皇子弟 对吧 那皇帝呢 他有一个官臣 是记载他的历史的 这个官员呢 就是猖结 据史书记载 猖结呢 他是长四目 就四只眼睛 那天生睿智 而且很有德行 经常观天星圆取 变化之相 而且懂得查看 鸟兽 提远的这种足迹 所以呢 他就根据 这类的形象 进行了首创的文字 所以我们汉字 有两类 一个是象形字 一个是会议字 对吧 我们基本的这些都懂的 象形 比如说这个 田就是象形字 就是田野的田 像一个格子块一样 那他都是仿照这个形 来照出来的 那么他就格出了 当时结绳记事的漏臂 当时是用那个绳子 打一个结来记事 就很不方便 所以他就开创了 这种文明的基础 据这个淮南子 口本经讯上记载 西者昌杰作书 而天与树 鬼夜枯 就是在昌杰 把这个字 照出来的时候 正是夜深人静之际 那么忽然呢 就天崩地裂 整个天地 就发生了这种 轰隆的巨响 天空就开始 哗哗地下大雨 就像我们 台风过一样 但是我们广州 很风平 浪静 我们昨天从 一早 从扇尾出发 走在这个高速上 我跟师傅我们一起 都一点事没有 但是一来 据说高速就关闭了 而且一点雨都没有 就很微小的雨 但是据说 我们离开之后 那面就下了 比较大的雨 可是呢 今天早上 绝缘寺的当家师傅 见师傅 就发给我们一个信息 说这是扇尾 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 就是14级台风登陆 它造成的伤害 是史上最轻的 从来说 14级的台风来了 连那个停电都没有停 而且没有任何的人亡伤害 然后很多信众 都认为是师傅 领着僧团 在那里持戒 念佛的功德 所以能够化解 一方的灾难 那我们更感慨 是大和尚 他老人家 慈悲 互戒 互僧 互法 所以才能够庇佑 这一方 人民 那么他这个 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所以就是我们在绝缘寺的天空啊 经常能看到特别特别美的瑞香 那个五彩祥云 经常能看到 有一天整个一条大的彩虹 就是从大雄宝殿身后 跨过这个僧寮 很美很美 然后早上 有一次早上 我出来散步 念佛 整个天上 就是一朵大大的白莲花 那个白云就堆成 一片片的莲花的形状 都特别美 所以我们在那里 虽然环境苦 但是修行呢 确实是很 很发喜 那么 这时候呢 他天上落下的不是雨滴 而是一粒粒的小米 四面八方传来的声音 就是鬼怪在哭嚎和伤心 说明当文字出现 知识的传播更为广利便利的时候呢 那当然人们就不再愚痴了 鬼神呢 就没有办法愚弄人类 所以有鬼夜哭 这个现象 那么我们下面呢 来重点 分享一段 印光大师 关于西字的开示 这是记载在 印光大师文超的 续篇的卷下 这是讲文字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重要性 就是我们离不开文字的功德 那么这是指普遍的 正常的我们普通凡夫都是这样的 当然像海鲜老和尚那是例外 就不用学习 包括像锅炉酱也是例外 就直接一句佛号念到底 那我们正常像我们都很喜欢听 定红书讲经 那他也是要靠文字的功德力 才能从小学读到博士毕业 然后舍弃世间来出家 我们才能够听到这样的法式讲法 自为世间至宝 能使凡者胜 愚者至 贫贱者富贵 疾病者康宁 圣贤道脉 得之于千古 莫不障自之力 此事无自 则一切事理皆不成立 而人与禽兽无意义 既有如是功利 故意珍重爱惜 所以我们平时 比如说拿经典的时候 手一定要洗干净 嘴也要束口刷牙 不可以对经典口吐晦气 也不可以手刚摸除完脏物 然后就来再碰触经典 所以我们在持戒念佛的僧团 在我们一入住 僧团的总务师傅 法师就要求我们 来供养僧团每个法师 一个小塑料盒 我们这是用的小碟 那么它是一个小塑料盒 里面放上一个小毛巾 然后它在看书的时候 如果不小心手这样摸头发 或者是摸鼻子 它就会插一下 插完之后再继续翻阅经典 保证对经典的尊重 还有呢 我们像这个 我们在绝元寺 念佛楼四楼 放的是有法宝 就是因为园定四楼 是作为图书馆的 但是现在因为第一呢 图书量没有那么大 第二我们女众 没有做早课的地方 所以暂时女众 在上面做早课 但是它还有五楼 五楼就是露天的天台 所以呢 僧团的师父们都有提醒我们 我们不可以随意到五楼去散步 因为你会不小心踩在经典的上面 对吧 就是踩在那上面 所以我们都要求 在这个有经典的地方 我后来怕这个很多新来的义工不知道 就请他们做一个这个警戒线 这样的话 这个圈呢 你就不要去怕 那不只是经典 包括佛像的上层 也不可以随意地走动 比如说我们四楼 这一侧是有佛像的 但是在五楼的上面 你就不可以在上面随意地走动 这都是对三宝的恭敬 那当然我们平时呢 尽可能地不买这个 带着很多自说明的这种包装 你就很难处理 像我去年去这个证据经社 那么他们这个圣礼师傅就特别嘱咐 我们尽可能地去用没有字的这种包装 国内我还没有发现 我是发现日本有一个牌子 就是叫无印良品 它的所有的包装产品 包括纸袋 全部没有任何字 就是无字包装 那你这样子的话 处理起来就很方便 比如说用过的化妆水 化妆瓶 化妆瓶 用过的这个包装袋 它都没有字的 你就可以随意地扔掉 我们现在就是 比如说你吃瓶酸奶 酸奶瓶上就有很多字 然后买一个和饼干 饼干袋上也有很多字 而且塑料的处理也很麻烦 那么另外呢 就是千万不要把这个字写在地上 比如说有一次我去北京一个很大的宿舍餐馆 那是好多年前 至少五六年前 那么它的从一楼到二楼 不有这个木制的楼梯吗 它就在每一个楼梯上写什么呢 写弟子规的京句 比如说父母户鹦鹉缓写在第一阶上 我们就踩一下 然后上第二阶 就这样一直上上去 那你就都要踩着上 所以当时呢 我上的时候就很小心 就找那个空档 尽量不踩到字 但它那字很大 基本上因为为了让你看得清楚 所以在每一个台阶面都能看到 我记得当时我是跟林子会长一起去的 然后会长还说 鲸鱼你怎么走路拐着弯走 我说我在找这个梅字的空间 为什么呀 我说这个字写在地上 这样被我们踩是要有罪过的 那你都会得愚痴的果报 所以这些呢 都不要去做 那么包括 你看我记得我在07年去美国 我在美国逛很多商场 他所有商场的包装纸 全部都是白纸 就是工业用的二次的回收的白纸 他绝对不会用报纸 但是我们在国内呢 就会经常用报纸来做包装纸 对吧 然后再用报纸在家里 比如说你要练字 尤其是练书法 就拿旧报纸练书法 这些都是有罪过的 所以对于字纸的处理呢 要格外小心 包括我们用这些报纸啊 宣传单呢 随手的插这个器皿 都不可以 还有就是我们 在街上经常看到发宣传单的人 那么有的时候 宣传单人家随手拿起 就扔掉地下 就被人踏来踏去 这些呢 尽量的都不做 如果我们有看到的话 我们就捡起来 给它回收 就不要让它乱掉 那窥见金人任意淤污 是只以至宝等奋徒儿 能不献生折服折寿 来生无知无时忽灾 又不但有形之字 不可泄污遗弃 而无形文字 更不可泄污遗弃 孝替忠信 礼义廉耻 若不持之功行 则成王八字矣 八字继王 则升为衣冠禽兽 死堕三途恶道 可不哀灾 那么印主就说 看到今天的人呢 任意地去亵渎和染污 这种自治 那么就把这种质保 当成粪土一样 去践踏 献生的果报 就是折损我们的福报 也折损我们的寿命 而来生呢 得的果报 就是没有任何的知识和文化 就会投生到这种贫贱的地方 一辈子没有办法学习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深山里的孩子 求学很难 这都是前世 糟蹋自治 所以赶着的果报 他就没有办法顺利求学 那么还有很多人 他打开这个经典 都感觉不懂 很愚痴 自己也觉得很痛苦 这都是不静惜自治的原因 我们小的时候 因为我爷爷就很重视 我爷爷是这种 传统化家庭出来的 从小上私塾 他就很重视自治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上小学一年级 有一次老师留作业 那当然就 我们都想早一点放学 就把书本都收起来了 所以就懒得呢 再拿出治本来写 就跟同学借了个油笔 就在手心里 就写上这个作业 结果回家被爷爷发泄 就痛打了手板 然后爷爷就说 不可以把字写到手里 这是对字不尊重 绝对不允许 那所有的作业本 都干干净净 不可以折叠 不可以随便地画 包括所有的教材 现在呢 家庭它就比较少教 因为父母没有教 所以呢 孩子也都不去做这些事情 那这些有形的字 不可以亵渎遗弃 而无形的字 更不可以亵渎和遗弃 那么这八字 孝替忠信 离异廉耻 是我们做人的八德 如果失去这八种德行 就不配为人了 那么即便你是人身 印主说 也是一个穿着人衣的 人的这种衣服和帽子的禽兽而已 那么死后呢 都会多三途恶道 所以人不可以不孝不惕 不可以不忠不信 不可以没有礼仪廉耻 那么孝惕 孝呢 是所有的根 尤其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人 更要知道 三世诸佛成佛的静音 都是从孝子开始的 那么如果失去了这种孝敬 孝顺父母的德行 一切都无从谈起 我的儿子今天在美国 因为他今年有去美国读书 明天就要托付考试 他就给我打电话 然后就跟老师顶嘴 我就批评他 他说在美国都这样 这是叫有个性辩论 我说不可以 我说做人呢 不可以跟师长父母顶嘴 这是最基本的德行 否则就不叫做人了 然后他也跟我忏悔 说妈妈以前呢 我就有的时候跟你顶嘴 所以呢 现在就会跟老师顶嘴 这样是不对 我也知道 那我要努力改 我说因为如果 只是单纯的学习 而没有德行的话 这种人是没有福报的 你能力再强 你的品学再高 但是你失德 在社会上是没有办法立足的 都没有办法长久地做人 那么这些呢 我们都要认真地学习 所以印竹说 自为世间至宝 非金银诸玉 爵位可比 以金银诸玉 爵位 皆由自而得 而事无自 则金银诸玉 结位 亦无由而得已 自知恩德 说不能尽 尽兮书自 福报甚大 所以自呢 是世间至上的宝物 我们要珍惜它 就像我们展开 这个无量寿经 每一个字 都是有无量无边的含义 都是极乐世界的一朵莲花 都能够成就我们 就像佛说的 善哉善哉两个字 都是意义无穷的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体会 那如果我们不去珍惜 不去学习的话 生生世世 都没有办法 深入精脏 智慧如海 所以这些 不是世间的黄金 白银 和珍珠 宝玉 乃至于世间的 高的地位 能相比呢 那么自的恩德 也是说之不尽 宋朝王文正宫之父 及其静息自止 后梦孔夫子 以首按其背约 辱何兮无字之秦也 当令曾参来辱家寿生 显大门户 后生子之名王曾 连中三远 为名宰相 末后亦文正宫 封宜国宫 后世凡刻甲连绵 子孙贤善者 皆由先生静息书籍 及予自止中来 这是讲宋朝王文正 他的父亲 非常静息自止 赶得孔子 把这个曾参 投胎做他家 做他的子孙 那么地位 非常的高显 家族非常的兴旺 所以珍惜自止呢 对我们整个家庭 都非常的重要 我们在这个 我在早年 刚学佛的时候 在大连就印过西字集 印了几千册 发放 还讲过 但是那个时候呢 没有人听我讲 因为没有 没有这个信众 只是给几个同学分享 那么后来 前两年去台湾 正决经社 他有印整套的 因果书籍 这个因果书籍的套装里 也有这个西字集 当时呢 天音律师和清宫 都有嘱咐 要广泛地 劝告佛弟子 珍惜自止 因为我们愚痴 就是从 不珍惜自止当中 得来呢 尤其是不尊重 佛的经典 我们跟随 早年跟随这个 清宫他们出行的时候 他们所有的法宝 是单独放一箱 放一个行李箱 从来不拖运的 这个箱子都随身地 拿着 然后上面 没有任何的 放置任何东西 那平时我们看师傅 来讲课也是 他专门都有一个法宝袋 法宝袋不可以直接放地上 都是用手拿着 或者放置一个台上 这是对法宝的尊重 那么我们看到很多道场 那个法宝呢 就不珍惜 因为现在印刷术很发达 大家都欢喜去印 但是流通的时候呢 就会有不是那么顺畅 所以在法宝的管理和保存上 就不是很恭敬 随随便便地放在那里 也会生书虫 也会受到污损 那这些呢 都要背因果 所以我们发心 印制法宝的时候 都要很认真的 很恭敬的 用最好的精美的品质和书章 和纸章来印制 像我们这次 有通过大佛寺 齐请主管单位 印制菩萨戒 戒本和五戒的 宋戒的戒本 那么已经被批准 批准之后呢 师父和大和尚就开始 我们就要用最好的纸张 来印制 这样大家拿到之后 都会很珍惜 会心生欢喜 那么太上感应篇的 这个印制 我们也是在申请当中 希望获得批准之后 就广泛的流通 感应篇绘篇这本书 因为它对我们 整个的修学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不懂因果 不敬畏因果 乃至于不信因果 那么这一生 人生一失 是必度三恶道的 再来试得人生 都很难 所以我们第一个学佛 就从明因果 懂因果 信因果 敬因果 开始 你知道 种什么因 将来得什么果 你一定会很小心地去做事 很小心地去起心动念 你不会随随便便地说话 也不会随随便便地去做事 你看我领着 这个我们义工团队 我们到这个 绝岩寺后山 跟随僧团 去总监坐的时候 每次回来 我都号召那些年轻义工 捡这个后山上 扔的矿泉水瓶啊 纸袋啊 垃圾袋啊 那么我们几次 过去之后 因为我们只是 护持僧团到后山 做完猛山 实施法会 我们女众 就不可以留在那里 那我就要带着全年女众 就要撤回到我们外面 那回来的一路上 那我们就捡这些垃圾 那很多都是有字呢 回来之后再做分类处理 那么我们生活当中 随时随地 其实你都可以这样做 我记得早年 我认识一个佛友 是个男众 比我大几岁 大连的 他就有一个习惯 他没学佛之前 他走在马路上 看见有字的垃圾 字纸 他一定是捡起来的 然后他的学位呢 他也是我校友 中国人民大学的 但是他的学历比我高 他是在人大 读到好像是研究生 还是博士毕业 我研究生不是在人大读的 他读的好像是 人大的哲学系的研究生 然后后来他结婚了 他结婚之后 他就很得意地跟我讲 他静云 你看 我呢 这个从小就有这个习惯 走在路上就喜欢捡垃圾 捡有字的质 所以我找的这个女朋友 就特别干净 家里的一切都不用我操心 本来这个80后的女孩子 是不大容易去管理家务的 他说我随便碰到这么一个 就是把家里能够清洁的干干净净的 他说我现实果报就很好 所以我们要自己 首先你要种一个好因 将来呢都会得好果 比如说我们现在 护持所有的人 欢喜护持他学界 欢喜护持他念佛 那将来我们要想成就的时候 就很多人来欢喜护持你 我们每一场法会 从2012年 无量寿经法会开始 到14年 到15年的菩萨界界会 和海鲜佛妻 千人海鲜佛妻 到今年澳门的 三千人的学界论坛 那每一次都是持八关灾界的 从最早护持全体的来的信众 持八关灾界 到后来最近的三月份的澳门论坛 护持除了三千人 来的信众持八关灾界 我们全体的义工 几百人义工也持八关灾界 所以呢 我就觉得我持八关灾界 其实是很容易的 因为第一呢 帝红师傅经常监督我 你没有舍戒吧 我说没有 因为今天这个 我其实早上有去医院拔牙 然后我呢 是上次来大佛寺讲课 也是拔了一颗牙 下午课就取消 我的牙特别不好 师傅就监督我 要把牙治好 然后取消之后 很多联友就很可惜 来了没听到课 那次我的拔牙经历也很痛苦 就是打了好几针麻药 又缝了两针 然后这一次呢 我就发愿 我说不管他怎么拔 我下午的课呢 坚持 只要让拔牙要顺利 因为下午要讲课 所以 所以呢 很特别神奇 基本不到一分钟就拔完了 而且很快 就是也不麻 也不胀 也不痛 所以我觉得 还是为众生做事吧 比较顺利 那么我们 这样的去护持人学界念佛 自己呢 都会有很好的过报 所以我们要多发心来利他 那西字的道理 大家懂得了 在家里开始例行做起 家里就背一个西字筒 然后在道场里 也尽量的有西字箱 西字筒 做分类处理 然后你明白这个道理 跟身边的人 无论他学佛不学佛 都可以讲给他听 那么你都会有很好的果报 尽是欧峰东建 不但普通人不知静息书籍自制 即读书辱事 亦不恭敬书籍 给予自制 或置书于坐踏 或以书做枕头 或大怒而置书于地 或抽解而游看诗书 不但大小便厚 盖步洗手 即夜语复速 晨起读书 亦步洗手 每每以自制开示器物 由以静息为名 而焚化之 我们读到这里 讲现在呢 就是不讲究中华传统文化 那么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不仅普通人不知道如何 静息书籍和自制 就连这些读书人 也是不知道恭敬书籍 还有自制 或者把书扔到床上 书是不可以放床上的 尤其是我们的佛经和经典类的 你随随便便放床上 果报都很惨 我以前读这个诸经佛说 地狱极药 那里面佛在经典里就说 我们如果拿着这个零食 靠在这个床上 这么吃东西的话 这是现代人常做的 对吧 来世的果报 必定是投到猪胎 所以这个 我当时看到之后 我都很惊讶 所以有一次我讲课 我有提到 但是现代人他是不信的 我们对孩子也从来没有这种要求 但是我是小时候 爷爷奶奶都是这样严格要求的 吃饭一定是在饭厅 不可以进卧室吃东西 那当然我也是从小 这么要求我儿子 可是两个儿子 就是受现在这个社会的影响 就跟我玩这个捉迷场 我看到了 他就都收拾得干干净净 告诉我妈妈绝对没有在卧室吃 没看见就是卧室的沙发上摆一顿 然后跟他讲因果呢 也信 过两天就忘了 我那二宝就说 妈妈这个 机型不行 你那个不在的时候呢 就是 就会想着贪吃 不会想着因果 那现代人可能都是这样 所以要长讲 那么也不可以拿书做枕头 就是放在头下 这样镇着这个书本睡觉 或者很生气地把这个书弄到地上 那再生气都不可以弄书 或者是进到厕所里 还在边这个大姐边看书 这是尤其不可以的 这些呢都要特别特别注意 特别地亵渎自制 那么还有在大小便之后要洗手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和晨起读书的时候 都要洗手 不可以用有字的纸来擦拭器物 也不可以随便地去给它焚化掉 所以我们佛经的处理呢 自己不会 比如说这个污损的佛经 或者是有破损的 你最好是拿到寺院 让专门的寺院的工作人员 进行法务处理 我们个人就不好处理 固执普通人无所取法 而垃圾里茅塞中 街头巷尾 无处不是自治遍地 舟车行人 没以报纸铺座处 出外妇女 率用报纸包鞋袜 种种亵渎 不堪美举 已故天灾人祸 相聚降座 皆由亵渎天地间之至宝所至 我们读到这 所以呢 普通人他不知道 应该怎么样效法 榜样 没有榜样 那大家都这么做 在垃圾堆里 在厕所里 在街头巷尾 到处都有自治 扔在地上 而在坐船 坐车的这些行人呢 也会用报纸 来铺在这个坐铺上 当这个坐垫 还有的 这是指古代的妇女 会用报纸呢 包这个鞋袜 那我们现在呢 可能也不会 这些亵渎都会导致天灾人祸 这是亵渎天地间至宝所导致的 不知此志志中 皆有天地日月之字 圣贤经书之文 以此种志及尊贵之物 视同奋土 能不折福寿 而献寿其秧 以子孙 以淤裂之报乎 因为这些志志当中啊 都有天地日月这种文字 像我们一般写佛字 在本上 就不要直接写 因为很难处理 你就用一个F来代替就可以 像我们 我教这些年轻小朋友 因为他不同的这个 骂布插不同的地方 那我就让他在这个 挂骂布的架子上 都要贴上 是插洗手间的 还是插佛台的 还是插这个书桌的 那贴这个插佛台的标签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 不要写佛 写个XF 那我们就知道 那是佛台 那就不会有问题的 因为真的是不一样 我在12年 我们当时做这个 在香港 做八观灾界法会的时候 有一个小英灵 他就附体 就附在他妈妈身上 那当然就导致他妈妈 出现很严重的状况 他那个英灵附体之后 就拼命的 你看着是这个妇女 自己用手拼命的 就是敲自己的肚子 就忘死了 这样砸 然后就自己就要去跳楼 我们就拉他 然后其实他说话的声音呢 就是那个小英灵的声音 那小英灵就很愤怒地说 让你把我杀死 我现在要杀你 我让你肚子疼死 就是这样说 别人劝都不听 把那个佛号集都给扔掉 特别凶 后来我过去之后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有法师 就定红师傅 在二楼在讲经 我带你去好不好 他一开始不去 我说那我给你唱佛号好不好 他说不听 我说那我给你唱 观世音否则明号好不好 他说你得唱 不能念 我说好 就给他唱 唱了一会儿呢 他就柔和了很多 然后他说那你带我去吧 但是得打闪 不能见阳光 我说好 因为正好是下午讲经 我就打着闪 抱着他 搂着他 然后就扶他到这个经 来听师傅讲经 因为当时我们那个义工啊 穿的义工服后面都有写字 写的哪四个字呢 就是老实念佛 这四个字 然后他进去经堂呢 他就一直盯着前面坐的义工的那个后背 然后就跟我说 他说这个字怎么都放光啊 我说放什么光 他说都放金光 我说那个字呢 是老实念佛 我说要教我们好好念佛 是极乐世界 所以字会放光的 那我们都不可以去亵渎 要认真的对待 那么如果自己有这种亵渎 不恭敬 都会折腐寿 不仅现世招这种祸殃 还会遗害我们的子孙 子孙呢都会得这种愚痴的果报 无师前文 以包括其大志 有孔举一而不惜反三 故又择其人所亦乎者 重言从言之 以其有心适道之人 辗转劝人 同节静息疏字 则福寿康宁 现身获其仇之无福 聪明睿智 厚一纳一讯之百祥矣 那最后呢 印主 英光大师就 殷勤地劝谐我们 说我写这篇文章了 其实我写之前的文章 都已经包括西字的内容了 但是呢 就怕大家不能够举一反三 所以又重新 把这个特别容易 被大家忽视的问题提出来 反复地说 希望有心呢 能够修道的人 真心想求出离的人 能够不仅自己认真修持 也辗转劝其他的人 一起静息疏质 则呢 这一世福寿康宁 百福偏享 就会得到吉祥的果报 而这个文昌帝君呢 我们知道 他是主这个 我们古代的读书人 都会拜文昌帝君 主我们的学位 那么他曾经列出过 西字功德二十四条 就是说 如果你珍惜自止的话 那么会有二十四项 每一项都功德无量 比如说 你看课西字的书文 遍传世人 那么你就会给你祭五百功 就五百个功德 永无是非 多生贵子 得这个果报 那么如果你能够 平生辩食自止至家 用香水浴焚 会得万功 增寿一记 我们前面讲过 一记是多少年呢 是十二年 你的寿命就会延长十二年 常享富贵 子孙荣贵 你看这个举手之劳 就可以天府天寿 为什么不做呢 所以我们的福德呀 都不用说靠办大法会去修 那太难了 也不说要施舍万财去修 我们就在平时的 点滴的生活当中 只要你按照佛菩萨的教诲来做 生活每一项都是在修行 都能增长很大的福报 那么如果凡人 确认不以自止 之前放床入下 记实功 估计我今天能记实功 确认不要把这个自止 放到床入下 那么一生呢 勇获平安 那么它这里很多 今天时间紧 我就不一一的列举 回头呢 我会整理出来 发到我们的网站上 大家可以认真的学习 那么下面还有 如果有亵渎自止的话 会有罪律29条 比如说你家里 藏着净字的书文 而呢你拿这个会物啊 来摸擦或者致使它糜烂 就是你不恭敬地对待它 会记七十罪 多恶事无救 那么如果你以自止 包药 裹这个经书 或者墓鱼 这些法器 会记五十罪 会蒙蔽我们的会心 就是你智慧不开 听师父讲经 也听不懂 那么如果 劝善书 西字文 你不信 也不去传 那会记三十罪 穷年窘迫 生不孝子 生不孝的孩子 那么如果以经书自止 放传昌底 或者是马上坐骑 你来坐下 那会获十罪 你会生仓 受人欺负 现在人生仓是很常见的 就是比如入仓啊 或者痣疮 这都是生疮 那么自己不敬 自止经书 又不殉教子弟 会记一百罪 恶疮遍体 生来就吃龙 阴阳 就会你会受这个果报 比如说老年耳朵会聋 然后声音会比较暗哑 嘶哑 那么这些呢 就非常多 我们下面来讲一个故事 是我们李炳南老师 静悉自止的故事 那是雪宫 我们都尊崇雪宫恩师 他是我们师父上人的老师 我们都知道 那么雪宫老师评述居家 非常珍惜自止 看过老人家讲演稿和诗稿的同学 都知道 老人诗文的初稿 全是写在日历纸 或作废的考卷纸的背面 而家中的纸楼 以分装垃圾 及装字纸两个桶 因为装字纸当中的 字纸楼里的纸 是要焚掉的 有一天一个弟子 就将用过包糖果的塑胶纸 就是糖果纸 就随手丢到垃圾桶里 那么师父呢 看到之后 就马上 师父问起这个事 就问他 就折令他 说你要从垃圾桶里取回 然后雪公就问说 你有没有看到上面的字啊 那当然弟子就很惭愧 马上就捡起来 那弟子呢 就以为塑胶 带塑胶的上面有字的纸 那怕它烧了之后有味 所以呢 就给它放到生活垃圾里了 那这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呢 就赶紧给它捡出来 捡出来之后 又招到雪公的贺赤 那他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那雪公呢 就给他一把剪字 就让他把那个有字的部分 剪出来 然后那个 那个其他没有字的 那个糖果的部分 就让他拿了一块 更大的纸包起来 然后再分类处理 那个没有字的 拿纸包起来 放到生活垃圾桶里 那有字的呢 就放到自纸桶里 雪公就跟他讲 因为你不包的话 他因为有甜味 包括糖果 那就会招来很多蚂蚁 那我们在焚化 或者处理的时候 就会伤害到生命 所以你看生活当中的修行 当你用越阴重的 这种沉静心 很认真的对待的话 就说明我们修行的境界提高了 如果都是马马虎虎 大大咧咧 三心二意的话 就永远不能得到 所以念佛念到功夫成片也好 念到一心不乱也好 是靠我们生活当中 这种点滴的羞耻得来的 不是说我在念佛堂拼命念 就能念到 有的时候 在念佛堂里很用功 一出去就不行了 功夫就断了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 平时生活的 这种福德的积累的资量 缺少成静心 那成静心是面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都成静 不是说我们见到 定红师傅就很成静 见到其他人就很讨厌 不是的 所以整个印光大师文昌 老人家强调的 就是这两个字 成静 那么真诚恭敬呢 是要靠平时点点滴滴修行来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放生的功德 我们学佛的弟子 应该没有不放过生的 都放过生 学佛的第一件事情 就从吃素放生开始 大家都马上开始改口吃素 也都力劝家人吃素 然后哪里有放生的 都赶紧去参加或者是随喜 无论是放鱼 还是放小动物 我们本来这个周日啊 也是僧团准备在扇尾 到一个小岛上去放生的 但是因为台风刚过 怕不安全 所以就取消 那么我们在今年上半年 也有跟僧团去这个 扇尾的洪海湾 去放过一次生 都很殊胜 那么放生的功德 也是不可思议的 这里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憨山大师的放生记 人记爱其寿 生物爱其命 放生和天心 放生顺佛令 放生免三灾 放生离久恨 放生受命长 放生官路胜 放生子孙昌 放生家门庆 放生无忧恼 放生少疾病 放生解冤结 放生罪够尽 放生观音词 放生普贤行 放生于杀生 果报名如尽 放生又念佛 万修万人正 放生的功德确实很大 那么我们真正的放生是什么呢 就是要养自己的慈悲心 不是说天天呢 到这个街市去买 鱼放 不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也很不容易 我们可能前脚放 后脚就被人抓 那么也有社会上 对我们佛弟子这种放生呢 也会有很多疑义 所以真正的放生 是能够失无畏 就是在人家悲恼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去慈心的劝话 时时刻刻都存着一颗柔软的爱心 对一切人都是如是 那劝家里人呢 吃素放生 也是要善巧方便 不能够硬来 要看缘 没有缘呢 我们攀缘做都不好 那么因为像我就举我的例子 我父母都是共产党员 尤其我父亲是老共产党员 16岁就入党 今年70多 老人家也是一个老干部 我学佛 最早30岁学佛的时候 他知道我学佛 家里开始供佛像 爸就也没有反对 但是他就很不屑地说 这一套我是不信 我是共产党员 你要跟我说说 升天做神仙还差不多 这简直就是没有影的事情 那我也没有之声 我当时我记得跟父母一起喝茶 陪他们 我去问我妈 我说妈你信不信 我妈说你说啥我都信 你说去极乐我就跟你去 跟我妈的言比较好 我说妈那我们到时候去极乐世界 然后回头来接我爸 开玩笑 后来呢是在我学佛都过了五六年了 我三十七八岁的时候 应该是三十五岁 学佛五年 因为那一年呢 我生我家老二宝 那我的姑姑呢 就从北京呢 给我家二宝寄了一笔这个红包 五千块钱 就优到我爸爸那里 爸爸就跟我说 要提出来再汇给我 我当时还在东北在大连 然后跟父母不在一起 父母在丹东 我就跟父母说 我说爸你不用优来 我说这个钱呢 给这个外孙呢 最好做功德 因为阿宝呢 又不缺吃 又不缺穿 我爸说做什么功德呀 我这又不认识什么寺院 我说不用 你就每个月 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一个月一次也行 一周一次也行 你去能不能去帮我到市场买点鱼 然后到鸭路江边去帮我放生 然后我爸就说行 没问题 然后说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 我说没有 你觉得就是比较方便就可以 然后我爸就弄了两个整理箱 放在他车后面 到礼拜天的时候 就把鱼买好 放在这个整理箱里 放上些水 开车拉着我妈 就相当于到江边去玩一圈 放了一段时间呢 我妈说你这个放法不对 我看鲸鱼放的时候都要念一些 你这个得按照规矩来 你这个不能说就把鱼就 就给它弄下去 然后我就把放生鱼轨给我爸 每次就是我妈在旁边念 我爸负责放 或者他俩换过来 然后放了一段时间呢 就有感应 那个鱼呀 进了水里都不走 就围着它们脚边 就很感恩的样子 然后我爸就跟我讲 说这鱼是不是都 都能明白 知道是我在给他生命 他好像很恋恋不舍 我说那肯定呢 你是他的恩人 然后又放了一段时间呢 又有一个很好的感应 因为我爸呢 他是特别招蚊子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蚊子很喜欢咬他 结果他放了一个月 也就放四五次之后 就一个蚊子都不来咬他 然后他就把这个事情联系起来 他说那个 我最近没做任何其他事 就做了这一个放生的事 这蚊子没有来咬我 是什么原因 我说那你看 你放生给人家生命 那蚊子就不需要来喝你的血 对吧 这就属于因果 然后我爸就跟我说 那五千块钱又没了 你再给我优一点 继续放 然后将近那一年的时间 每个月给我爸都优几千块钱 他连着放生 放完生就跟我妈出去 到素食馆 吃点东西 就这样 因为我 我建议父母学佛 就是这样 没有特别 特别的强迫 早年 我父母 我爸供佛像也是 因为有一次呢 我回家 跟我爸逛这个古文殿 我爸特别喜欢逛这个古文殿 而逛到一家的时候呢 就看有一个一米多高的 释迦摩尼佛的黄铜像 特别庄严 就扔在地上 很多灰 我看了心里就很痛 然后我就扶起来 我就问这个老板 我说这尊佛像 就是要花多少钱可以请 他一开口就五千 我说那三千可不可以 后来我们就讲价 就三千就可以 我说那你帮我买 买这个极尺黄布出去 我要裹上黄布 我要赴回家 然后我爸当时就不同意 我就哭了 我就跟我爸说 我说我是学佛的弟子 我说我不可以看到 我的世尊 我们是 就是是我们的老师了 这样子的像 躺在那里 就像如果 我父母的像 弄在那里 那我也是看不过去的 我爸就没置身 就默然 我就绑着这个 一米多高的佛像 就回家 回家我就拿这个 干净的水 矿泉水 边念心经边插 插干净之后呢 我爸就瞅我 就问我怎么处理 我说那我肯定 要送回到寺院啊 因为家里已经有佛像了 我爸也没有支声 那那一晚上呢 我就跪在这尊佛像下 我就连着读了 三遍 无量受精 我就请佛加持 希望我爸能够给他留下 结果第二天早上 我爸就跟我说 花好几千块钱的 就给寺院 这个太不合适了 还是留在家里 所以呢 这作为佛像 我爸就一直供着 供的时候 我就把香炉啊 香啊 拜垫 都给他买好 然后我爸呢 就说 每次都说 我一个月只磕两次头 每次只磕三下 就是初一十五 他说多了 我不能磕 因为共产党员 他其实是很难接受的 我说这样已经非常好了 我说世尊不会挑剔的 然后就一直这样下来 结果现在呢 老人家变化特别特别大 他是每天都有念佛 因为前年 去年师父有去印度 低红树去印度 从印度回来之后呢 请的印度的那个佛珠 一百零八颗 就送了我父母各一串 当时送的时候 就亲自嘱咐两位老人家 一定每天呢 要念一遍 然后我父母呢 他就 因为他俩非常尊重低红师父 我爸就说 这么高学问 这么有教养的孩子 这么好 竟然出家了 太不容易了 然后就 很欢喜 所以他很听低红师父的话 所以每天早上和晚上 一定都念一遍 然后 特别喜欢听定红师父讲经 我有的时候说不通的话 就请师父说 师父一说他就听 有一次 那个师父说 那个共生功德非常大 就灾生功德非常大 我爸就不懂 说什么叫灾生啊 然后师父就说 就是请这个出家人吃饭 第二天他就给我打电话 说你得把听红师父请到家里 我得请他吃饭 我就 我就跟师父说 我说 我说你说完灾生功德大 我父母就非要请你吃饭 我妈就做了很多菜 然后请他吃饭 然后呢 然后我爸还说 那个好像灾完生 这个还要讲点法 然后师父说 对 我爸就又请师父给开示 然后我爸还说 你得录音 这个很重要 开示 他老一代的人 真的做事啊 都特别地认真 很精进 前一段 他的一个老同学 也是一位老局长 七十多岁 也学佛 跟我爸一聊起来 就特别欢喜 然后也是听定红师父讲经 然后听说 我做这个工作 护制定红师父 一开口 跟我爸就说 要200台布经机 后来我爸就说 这得多少钱呢 就这么给 我说他只要愿意听 就很好 我们就给波经机 我爸就最欢喜的事情呢 就是送定红师波经机 再配一串佛珠 然后佛珠都让我免费提供 每次我都给他请很多佛珠 然后让他跟大家结缘 然后我爸就很高兴 所以接引父母呢 就不要着急 慢慢修 有缘来的时候呢 就珍惜这个缘 它都会随着你境界的变化 不断提升的 都变化特别大 像今年年初 我父母就 我父亲就已经 就写好了遗嘱 然后遗嘱里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一定要嘱咐 他们俩走的时候 务必要请师父来帮他助念 去其乐世界 我说 我说这个要靠自己 我说爸人家都靠自己 然后我爸就跟我说 你们不都讲他力法门吗 阿弥陀佛我也没见着 他力我就指望这个 定红师波这个他力 然后 所以我就觉得变化很大的 我从三十岁学佛 到今年四十五岁 十五年 无论是父母家人 还是孩子 都变化特别大 自己的看到身边的 很多境界 也都变化很大 所以我们就 使之不渝的 这样的去修行 那么放生呢 也是随时的去结缘 不用刻意的 我在一三年一四年 两年曾经在深圳 住了两年 因为那两年 两个孩子在深圳 国际学校 主要修外语 那么当时呢 我住在一个别墅区里面 它那个别墅区里 有个特点 我一进去住之后 就发现 一下完雨 它整个的路上 全是蚯蚓 特别特别多 就是成群的蚯蚓 就爬出来 还有很多青蛙 会跳出来 被车碾死 然后我就第二次 因为每天那周 我都出去经行 散步 绕佛 那么第二次下雨的时候 我就出去 出去呢 我就拿着一个 小这个树棍 然后我就把那个蚯蚓 一个个都给它 挑到草丛里 挑一个呢 我就念声佛号 然后跟它讲 我说你不要再出来了 因为出来 车特别多 它那个 因为小区很大 车辆来回 就跟外面马路一样 都会压死很多 我说你出来 都会短命的 我说要回去 要多念佛 我就挑了两次 反正一直到我走 住那一年半 走的时间 再都没见过蚯蚓出来 所以我说 那个蚯蚓比人 它比人要听话 真的是很乖 那青蛙也是 我碰到那个死的青蛙 我们就给它那个 埋起来 我就给挑到这个 里面的草地里 挖个坑 埋起来 埋起来 我就跟它说 我说你神识啊 告诉你的同伴 都不要跑出来 跑出来都会被杀掉 那车开得太快了 后来我就没有见到 我跟师傅有一次 出去也是 那次我们是去 是去定光寺 还是哪个寺院红法 回来的路上 特别惨 就是一个 一个狗啊 被车好像来回 已经压了两次 已经都是肠肉模糊的了 然后我们就把车停在一边 然后师傅就找出那个一个塑料袋 然后给它装起来 装起来之后 我们就开车回到军院寺 埋到后山 然后还有给它立个牌位 劝它念佛 因为我们只要见到这样 被伤害的生命 都尽量地就给它埋起来 以前我听过一个传统化的老师 跟我讲他的亲身经历 他的这个车后备箱啊 常年放着黑塑料袋 和这个木铲 就是小铲子 小铁铲 他遇到有死的鸟 他一定就是给它收起来 然后找一个地方 拿铁铲挖 给它埋掉 都是这样的 结果呢 他有一年 他去西藏 西藏那个路很险 大家知道 他开的那个是越野车 走盘山路 走这个盘山路呢 他那天 头一天下雪 路上就有冰 他当然开得很慢 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呢 就来了很多黑鸟 也看不清是乌鸦还是什么 就把他那个车窗啊 全部都挡住 他就没有办法走 然后他当时还挺生气的 他说我平时都救你们 你们怎么挡路呢 我这没法走了 他没办法就车停那 停了很久 然后那个鸟慢慢散了 他才开始往前走 结果他走到前面才发现 前面有一起车祸 而且那起车祸的出事点 它是很容易被撞上的 所以他就错过了那个时间点 等于那个鸟就救了它 他这些感应都特别多 所以我们平时呢 只要长存着一个慈悲 祭物的心 你把它都看成是自己就可以 我在决言寺也是有一次 这个跟我们义工同学出门 那么是在善为最繁华的一条路上 然后这个义工呢 女同学她开车 她就突然停车 大叫了一声 陆老师 那个路当剑死了一个耗子 哎呀 我说这耗怎么能是耗子呢 我说我最怕耗子 我说你下去给他拿起来 别被车压着 陆老师我也最怕耗子 我说那怎么办呢 我说那咱俩一起下 我俩就把车停在边上 我就在这念不 我说为什么他要死在这 我就很怕耗子 从小就是这样 因为我就 虽然我叔叔 但是我很怕老鼠 我就往那边走 心里边念佛 边想 结果还没走到跟前 那个老鼠突然 穿起来跑掉了 还给我吓一跳 我就跟我那个义工同学说 我说你什么眼神啊 活得看成死的 还都正好老师 你看幸亏他是活的 我们就不用碰了 当然就是 这种事情都很多 我们生活当中啊 随时随地都会看到 所以我们身体 比如说多疾病 我就遇到一个义工同学的家长 他那个疾病缠身 当然不仅跟他堕胎有关系 他是堕了很多胎 还跟他就是素食今生 杀业重有关系 他我们知道他拜颤 我们一步颤下来 是要将近一百下 他不到十下 就要再上床躺一会儿 所以一步颤他一天都拜不完 我们正常三十分钟可以拜完 他要分两三天才能拜完一步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一定要忏悔 往昔所造的杀业 无论是杀人杀动物都不可以 那最严重的就莫过于堕胎了 孙子堕胎这是最严重的杀业 我们都要认真的去忏悔 忏悔莫过于我们改往修来 那么以身垂犯 劝人永远都不做这个事情 那我自己呢 我也堕过胎 是早年 那那阵没有学佛 二十多岁不清楚 结婚之后觉得太年轻 不想要孩子 无知就堕胎了 所以我在忏悔之前 我们在协会写过这些忏悔文 我是第一个发信写的 当时那篇文章叫 妈妈请爱我 不要抛弃我 我当时写那篇文章的时候 痛哭流涕 因为就觉得虎毒 尚不识子 我们做母亲的 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 但是就是因为愚痴 没有人跟我们讲 自己也不知道因果 不学佛 也不明白 所以就会造这些恶业 我前两天上网 看到一个文章 就很心痛 一个小女孩 十二岁 堕胎 还有一个是 十六岁堕胎之后 大流血 回家就死掉了 因为身体太年轻了 承受不住这种果报的 那么我们如果有女儿的话 都要认真的 好好地劝导养 那不仅是自己这样 身边一切 不管他学佛没学佛 都要劝他 人都是有善根的 人的自信都是纯性 纯善的 你给他讲善的 他没有不听的 没有不被感动的 就是看我们用这种什么心 去劝谏他 所以印光大师呢 他也曾写过 放生的十大功德 说到 凡有欲 家门 清太 身心 康宁 天下太平 人民安乐者 请皆于戒杀放生 吃素念佛中求之 则求无不得已 所以你想让自己身心 都非常的康态 安宁 能够让家门和谐 得安乐 那么就要严谨地 杀害一切众生 而且广劝放生 吃素念佛 我们去扇尾 决言寺去的第一天 定红时候就念念不忘 在扇尾起见素食馆 因为扇尾没有一家素食馆 我们出门是买不到素食的 所以当时就 师父就很希望 在扇尾开一个素食馆 能够让人们都吃上素食 因为你多吃一顿素 就少杀一顿生 那么吃习惯了 大家都欢喜吃素 自然也就不杀生了 那么不杀生 第一个世间就没有刀兵节 因为世上所有的刀兵节 就是指这些战争 都是由人心好杀所导致的 如果人人都能够慈悲爱物 则刀兵节运自然消于无形 就不会有刀兵节 第二个能够急诸急响 我们一念慈悲之心 则喜气急于自身 感应不可道教 你看你对动物 它有这种慈心 它都知道 我有一次回香港家中 那么 我这个小秘书在我家前院 在收拾 收拾的时候就回来跟我说 我说老师 有一个蚂蚁大军 在经过我们家前院 他就很怕他进屋里 因为都是很大的那种 大黄蚁 会咬人的 我过去之后 我就跟他说 我说他们可能在搬家 或者是做什么 我说你不要伤害他们 然后 给他旁边放一个佛号机 他路过的时候可以听佛 我说你跟他讲讲 我说可能他是听粤语的 我说我不会说粤语 你可以再开示一下 我那个秘书 是一个香港的大学生 我说你跟他说 不要进家里 我们也不妨碍你搬家 你从这里经过 就可以了 当然他就一直都没有进家 都能听懂人话 第三呢 可以得长寿健康的国报 那佛经云 借杀放生之人 得两种福报 一者长寿 二者多福多寿 无疾病 那么这些呢 是非常非常殊胜的 我们人生在世 第一个呢 就是要恳求自己的身体 健康 无病 如果每天都是多病 多灾 那当然我们人生呢 也是很多苦恼 我们修行人都知道 身体一有病 那就情绪就不好 情绪一不好 就容易发火 一发火就火烧功德力 烧完又后悔 然后再忏悔 就轮回反复 就像我们前一段 我们因为很多同学 很喜欢到JS做义工 有个小女孩 27岁 长得很端庄秀美 学历也很高 大学本科毕业 那么就很兴奋地 就跑到JS做义工 他报名表天的都没问题 身体健康啊什么的 我们觉得也很好 结果去了之后 就开始狂吐啊 然后就发烧 结果再仔细一问呢 他是严重的那个甲抗 我就当天派义工 领他到善委人民医院 他那个甲抗已经达到 整个内分泌都是失调的 后来我就问这个孩子 我说你这么年轻啊 怎么能得这个病呢 他自己就哭 婆老师 我特别的不孝父母 从小跟我妈就顶嘴 对着干 就差没动手了 我妈说一句 我能骂十句 哎呦 我说你怎么能这个样子 我说不可以的 我说一定要改 要忏悔 所以当时我劝他有拜忏了 他根本就拜不了 拜一步就生烦恼 然后情绪很不好 见到其他御工都会大吵大闹 后来就请他买票就回家了 我说等你身体养好 再过来做义工 因为义工的要求呢 比较高 团体生活 也没有余力来照顾你这个多病的身体 那你自己因为身体不好 心情就不好 那么跟同学呢 也有矛盾 老师也照不过来 每天都有七八十个义工 对吧 所以这身体要好 就像大制度论中所说的 诸于最终 杀业最重 诸功德中 放生第一 所以我们应该断除 进未来计的杀生 我们投胎到任何道 我们都不杀生 那人道就更不能杀生了 就把这个杀业 永远地除掉 你看观世音菩萨 他来投胎做人的时候 一生下来 看见家人杀小鸡 他都会哭 不忍心杀生 我们还不是这样 我们都有迷惑 生下来之后 都跟着这个世间 吃啊杀呀 都没有那种慈悲的那种种子 所以慈悲的种子 种得越深 我们来世投胎做人的时候 它就会萌动得越强 就像我们生生世世 都好要持八观哉戒 好要受菩萨戒 你那个种子里 都有戒法的种子 你一提起来 就会有现行 那么第四呢 是多子亦难 那么喜欢生男孩呢 就要多放生 多儿子 容易生男孩 因为放生者 善体天地 好生之心 故获疑难之庆 第五个呢 是诸佛欢喜 一切生物 佛皆视之如子 救一物命 即是救佛一子 诸佛皆大欢喜 所以哪怕是这个小蚂蚁啊 咱们都要慈悲心去爱护救它 不要觉得蚂蚁 就无所谓 蟑螂更是讨厌 不可以这样的啊 第六呢 是物类感恩 所救生物 临死得活 皆大欢喜 感恩私德 勇为万劫图报之源 第七呢 是无诸灾难 慈悲之人 福德日争 一切患难 皆消于无形 所以大家要 多修这种慈悲心 第八呢 是得生天上 戒杀放生者 来世得生于四王天 降无边之福 若兼修净土者 可往生于西方极乐世界 做无量功德的增上缘 所以我们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第九呢 现在为人生极危险的时代 盖烟酒之辟 恋爱之魔 缠绕众人 如众生报恩 则诸恶消灭 四季安宁 最后呢 如果人人戒杀放生 则生生不息 善心相感 永远福寿 就是我们这种慈悲心 都会辗转相地 你看一放生的时候 大家一传十 十传百 都会愿意去 一听经的时候也是 善有为一 就很重要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学到这里 主要讲西字和荒生 你有机会 下页再学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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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